2025年的诺贝尔化学奖揭晓了 这是分子建筑师的革命 大家好 欢迎回到宋世西 在连续两天 我们见证了生命的奇迹 就是免疫耐受和物理的边界之后 今天全球的目光都聚焦在了化学 这门被称为中心科学的领域 2025年的诺贝尔化学奖 授予了三位科学家 叫北川晋 理查德罗布森和奥马尔亚吉 以表彰他们对于金属有机框架 就是MOFS的开发 这门词听起来也是有点陌生的 是吧 但是诺贝尔奖美颜会用了一个 非常有诗意的表 他们就是说给化学创造了新的空间 New Room 这个背后的故事 是关乎了一场分子建筑区的革命 一场能够彻底改变 比如我们处理气候危机 能源存储和环境污染的这种材料革命 那在MOFS出现之前 化学家面临一个根本性的困境 就是我们如何精准的设计出 具有特定功能的多孔材料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我们想制造一个完美的分子海绵 那它不仅要能吸收气体 而且还能精准的挑选气体 比如说它必须只吸收工厂 排出炸氧化碳 把无害的氮气放走 或者它必须只储存氢气作为燃料 而不能泄露 那传统的多孔材料 比如说混硬碳或费石 都是天然或者是半随机形成的 它就像烤面包的时候 里面那个自然形成的气泡一样 它虽然有孔 但是孔中大小和形状都是随机的 它没法精确控制 MOFS的突破 就在于它发明了一种 分子乐高式的理性设计方法 让化学家能够像建筑师那样画图纸 在分子层面上预先设计出孔中大小 这个形状功能 所以理查德·罗布森 就是从一个木球模型得到灵感 这个故事开始于1974年的一个平凡的下午 罗布森教授在澳大利亚摩尔本大学 是准备化学课 他用木球和木棒 让学生搭建这个分子模型 但是这些木球 这些木球它不能随便钻孔 因为每一种原子的形成 化学建议方式都是特定的 所以碳原子 比如说它喜欢四面体的结构 而氮原子喜欢三角形 这些都是原子本身的性质决定的 所以当木工坊 把钻孔好的材料交给罗布森的时候 他突然意识到 孔中的位置实际上是包含了大量的信息 只要把棍子插进孔里 分子模型就会自动形成正确的结构 因为几何关系已经被编板在孔洞的位置里 所以这个洞察就让它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如果我利用原子固有的几何特性 把整个分子而不是单个原子 连接起来会发生什么呢 能不设计出全新的分子建筑呢 十几年之后 罗布森决定复制实践 那他选择了铜离子作为连接点 就跟太阳子一样 铜离子也喜欢四面体的结构 然后他用一个有四条手臂的有机分子作为连杆 每条手臂实际上都有一个禁忌 这个化学集团就天然被铜离子会吸 当他把这两种物质混合到一起的时候 奇迹发生了 当时大多数化学家认为你会得到一团乱麻 但罗布森的预测成真了 这些分子他自发的组装成了一个巨大的规则的晶体结构 就像钻石一样有序 但是内部还充满了巨大的空腔 1989年的罗布森就在美国化学杂志会志上 就发表了这项开创性的工作 那他文章里边大胆预言 说这可能开辟了一种全新的材料构建方式 能够赋予材料前所未见的可能有益的性质 那么第二年的罗布森就展示了更多类型的这种空腔结构 甚至演示了离子交换 证明物质可以自由的进出这些空腔 所以他就证明了离心设计 在分子建筑这种设计里边是可行的 但是有个问题 就是他结构不稳定 容易坍塌 那许多化学家认为你这个没用 但是有的人就看到了希望 所以接下来 北川进和奥马尔亚籍就把这个梦想变成了现实 日本科学家北川进的研究哲学是来自一本书 就是诺贝尔物理奖得主 应该叫《汤川修术》的著作 他在书里引用了中国古代哲学家庄子的理念 就是我们必须质疑什么是有用的 那些看似无用之物也可能变成有价值 所以1992年呢 北川进呢 就发表了他的第一个分子构造 一个可以容纳丙同分子的二维材料 这个确实不太有用啊 但是就体现出了一种全新的分子的建筑思维 当时呢是没有人愿意资助他的啊 研究基金的这些评审就认为 你这个材料不稳定啊 而且呢也没啥用是吧 我们要给你钱 但是北川进呢 他是没有放弃啊 在1997年 他取得了第一次重大的突破 他用孤涅或者新粒子啊 加上一种叫四四联毕钉的分子啊 在他的团队创造出了一个三维金属有机框架 内部贯穿开放的这么一个通道 像图里看到的 那么这个关键突破是什么呢 当他们把水分子抽出来之后啊 这个结构依然稳定 更神奇的是啊 这个空间可以被甲烷淡气氧气填充 材料能吸收和释放这些气体 而且形状不变 但是资助者呢 就是投资这个科研的人还不卖账啊 就是这个增业审批的人 他们说我们已经有废实了是吧 为什么要开发一个性能还不如废实的材料呢 啊 废实就是分子摘那个那个材料啊 所以就98年啊 北川就在日本化学公报上阐述了他的愿景 他说呢 MOFS他有独特的优势 他说第一呢 你可以用多种分子构造 功能整合的这个潜力是很大的 第二个呢 他当然也是最重要的 就MOFS可以是柔性的 所以大家知道肺石是很硬的啊 MOFS啊 包含就是柔性的分子构件 所以啊 可以创造出柔软可变形的这个材料啊 就跟分子肺一样 可以在吸收和释放气体是改变形状 但是保持结构的稳定 这个想法呢 就开创了柔性MOFS这个全新的领域 那个最后一个获奖者叫奥马尔亚吉 他的故事啊 是充满了励志的色彩 那他是出生在约旦安曼的一个贫困家庭 一家人挤在一个房间里面 没电也没自来水啊 十岁的时候啊 他偷偷的啊 经常这个溜进学校锁着的这个图馆 随手从书架上拿起一本书翻开后啊 他的目光就被那些难以理解 但是引人入胜的这些图画吸引了 这就是他第一次接触分子结构啊 这个我是非常理解的 我不是理解他理解科学啊 而是对古典音乐来说 有些人他就会被天然的吸引 实际上他也不懂得作曲的技法 也不懂得这些乐曲理论是吧 那十五岁的时候啊 在他父亲的严厉要求下 亚基就移居到美国求学啊 他被化学吸引 他对但是他对这个传统的这个分子合成方式还是感到不满意 因为不可控 所以化学家啊 通常呢 是把物质扔到容器里边加热 期待得到想要的产物 但是往往是伴随着一堆副产物啊 就跟炼丹一样 对吧 那1992年呢 当亚基在亚利桑大州立大学建立自己的研究组的时候 他的目标就很明确啊 他说要用理性的设计 就是像拼乐高那样 哎 连接起化学组件 制造大性晶体 这也是一个喜欢安卓的人 那1995年啊 他发表了两种二维材料的结构 由铜或者骨连接起来 哎 其中一种啊 可以容纳客体的分子 但空间被完全占据的时候呢 这种材料可以稳定的加热到350度 而不坍塌 所以这篇啊 就发表到了 Nature的文章里边 亚基就创造了有机金属框架 Mental Organic Framework M-O-F 这个术语 这个词是他发明的啊 这个名词现在已经成了 这个领域的标准名称啊 这是创造者 所以1999年的亚基就创造了 M-O-F-F-5 这就是一个 这个领域的一个 一个里程碑式的东西 它极其的宽敞和稳定 而且在空的状态下 也能加热到300度 而不坍塌 那真正让这些科学家们惊讶的是 仅仅几克的M-O-F-5 它内部展开的表面就相当于一个足球场 所以这就意味着它能吸收的气体量是远超费时的啊 所以2002年到2003年 亚基在科学和自然上发表了两篇文章 展示了如何理性的修改和改变M-O-F-S 赋予它们不同的性质 所以它一共制造了16种M-O-F-5的变体 Big Family啊 空腔里边有大有小 其中一种的可以储存巨量的这个甲烷气体 亚基建议啊 可以用于天然气汽车 是当时的他说法 从从那时候开始呢 M-O-F的基础已经牢固建立了 化学家们啊就拥有了一个分子供给箱 可以用各种不同的这个组件来创造新的M-O-F-S 所以亚基的这个研究团队啊 在亚历萨大的沙漠里边进行过一场令人震撼的实验 很多朋友可能还听说过这个故事啊 他们开发的M-O-F材料啊 就是M-O-F-303 在凉爽的夜晚从空气里边捕获水蒸气 那么在黎明来临啊 就是太阳加热材料的时候 他们就能收集到可以饮用的水 无中生水 是吧 所以这个对缺水地区来说 它是革命性的解决方案 不需要电 只需要昼夜的温差 另外呢 还有个叫 CALF-20 也是一种具有卓越的二氧化碳吸收能力的M-O-F-F 目前呢 正在加拿大的一家工厂的进行测试 它呢 是用来在排放的源头捕获二氧化碳 还有一种呢 叫NU-1501 它被优化为长压下储存和释放氢气 那么传统的这个 这种高压氢气罐是非常危险 而且昂贵的 而M-O-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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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另外一个呢就是ZF8 可以从废水里边提取稀土的元素 所以看到这儿啊 很多朋友可能都有疑问啊 我们整理一些比较关心的问题 就是说MFS它的吸收效率到底有多高 它理论上很高级 它能试用吗 我们以这个CLF20为例啊 就是氧化碳它的吸收能力 它达到了每克材料可以吸收200毫升的二氧化碳 就标准状况啊 那相比之下呢 传统的这个氨类吸收 氨类二氧化碳吸收剂啊 就是每克大概能吸收50到100毫升 那更重要的是啊 这个MFS在低能耗下可以再生 这就大大的降低了碳补货的成本 还有一种呢是MOF303 它在沙漠驱水里边刚才我们讲过啊 在相对湿度仅仅20%的条件下 那是非常干的啊 每公斤材料啊 每天可以吸收 0.3公升的 0.3升的水 就300毫升 这听起来是不多 一个一拉罐 但是你考虑到在极端干旱的条件下 不需要任何能源的输入就能实现 所以这已经是突破性的进展了 我们说无中生水嘛 还有个就是在药物开发中的应用啊 目前呢有多个团队呢 在开发基于MOFS的这个药物递送系统 比如一些MOFS可以包裹呢 这个化疗的药物 通过释放 控制它的释放速度 减少副作用 另外呢 还有团队的在研究这个MFS 递送胰岛素 甚至是基因治疗的这个载体 当然了 现在大多数还处于临床的研究阶段 主要的挑战呢 还是生物相容性和生物的这个降解性 就是我们喝到肚子里边 确保它完成任务之后呢 能完全的代谢掉 不然留了一大堆一肚子 MOFS就麻烦了 是吧 那MOFS啊 它什么时候才能商业化呢 所以这个问题啊 是比较好的 我们现在关注啊 MOFS的概念 已经存在了三十多年了 但是它大规模生产 还是面临一些挑战 第一个就是成本啊 早期的MOF 它使用贵金属 或者是复杂的有机分子 它成本很高的 现在研究者呢 开发使用的是比较便宜的原料 来做的这个MOFS 那第二个就是稳定性 很多早期的这个MOFS啊 在潮湿的环境下就会这个分解 现在呢 已经能开发出在水中稳定 甚至在强酸强碱里边都能稳定的 MOFS 大家知道如果服用的话 会经过胃酸对吧 你首先得抗入胃酸吧 对吧 再一个就是规模化生产的这个工艺 我们说从实验室啊 客级的啊 这个生产 这个这个小市到工业蹲基的生产啊 需要全新的这种合成工艺 那么现在好消市呢 有一些公司啊 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 比如说电子行业 现在已经有人在用MOFS 来容纳生产半导体 所需的这个有毒气体 最后一个问题呢 就是 MMFS啊 它会取代费时吗 这个啊 应该不会完全替代 而且是互补的 但这费时啊 是某些应用中 依然是最佳的选择 主要它稳定 而且便宜 但是 MOFS啊 它提供了费时 无法实现的功能 就是可设计性 柔软 以及针对特定分子的这个选择性 所以这样的话 我们理解什么呢 就是费时啊 它是一个定制的公寓 结实而且便宜 但是你得错误着住 是吧 如果你想 条件高点 那MOFS 它就是一个定制的房屋 可以按你的要求装修设计 每个细节 所以这次话也讲啊 也完美的呼应了 我们之前谈到的 话也讲的这个核心趋势啊 就是 第一是告别这个试错法 拥抱理性设计啊 罗布森的这个木球模型观察 以及亚籍的这个分子乐高概念 以及北川剑的这个柔性设计 他们都证明了化学家 可以通过几何原理 计算和理性来设计材料 而不是盲目的火和化学品 然后我就祈祷是吧 再一个呢 就是基础研究和应用的 这种完美结合 这个我们讲过几多 好很多次了 是吧 那三个化学家呢 都从基础的这个分子几何学出发 但他们的工作呀 直接指向了人类面临的重大挑战 比如说气候变化 能源危机 水资源短窃 以及新耀研发 所以我们说还有一个就是跨越时间的积累 从1989年罗布森的第一个结构 到1997年北川进的稳定的MOFS 是吧 再到99年这个亚籍的MOF5 那这是三十多年的这个接力 诺贝尔奖啊 这个认可的是什么呢 它不是一瞬间的这个灵感 而是长期的系统性的这种科学建构 所以有的研究者认为啊 MOFS可能是21世纪的标志材料 当然时间会告诉我们答案 但是毫无疑问的是这三个获奖者 给化学家们提供了解决人类挑战的新工具 就像诺贝尔的遗嘱里边所说的 他们为人类带来了最大的利益 所以我们恭喜这三位科学家 从物理学奖啊 让这个量子力学大到可以握在手里边 到化学奖啊 为化学创造新的空间 所以今年的诺贝尔奖啊 将我们再次展示了 最好的科学 它既能揭示自然的这种深层规律 也能给我们人类带来实实在在的解决方案 好的 明天啊 我们将迎来诺贝尔文学奖的公布 这将是一个大热点 谢谢大家关注 我们明天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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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